运动会开幕表演 首先登场就是学生与老人的共同演出 学生表现活泼天真的肢体动作 老人则洋溢着青春活力 这样很难见到的组合 这就是校方要与社区努力营造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特色呢 除了学校以外 我们还有社区的活动 更配合了我们南投热林学习示范中心 的阿公阿嬷 我们一起到学校来做运动 除了小朋友的运动会 我们也配合办理了 于石湘老人的运动会 新城国小与老人共同学习 虽然是近几年来才开始 但执行内容相当落实 是生活在地民众的肯定 看着他们合作无间的表演 就可以知道 是因为长期互动而产生的良好默契 可以促进学校跟社区的互动性 然后跟家长跟学校可以互相联动 然后感觉很好 阿公阿嬷带着生者这样一起运动 这种运动很好 发展我们受企与学校 家长与学生之间的 联络感情的一个交流很好 针对新城国小努力 让学校社区化 学生能与老人们一起学习 议员成造语是深表肯定 今天的运动会当中 我们就看到热林的这些长者 都到学校来表演 然后让这些阿公阿嬷 跟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同乐 看到家长们不分老少 迎合一个非常好的气氛 我相信这个就是教育 这个就是学习 希望小朋友透过我们的用心 让我们彼此之间得到了尊重 然后让时时刻刻 不分年龄都在学习 都在进步 长期关心偏向教育的 一眼成造语 也出席这场盛会 并为重头戏拔河赛来名枪 另外在体育赛事上 学生们也都卯足全境 要为自己争取最好荣誉 而去年竞赛娱乐活动单元中 参加的学生也都玩得心高采烈 明星王樊一怀 与此采访报道 出席